一说哈我就再吃一个哈 所以来我我来 我来 我付嘛 我付我付我来我来我来 这个三位每次付钱都是抢着付 大家好我是老夫在越南 今天是星铁圈哈我现在在 越南 这个大山里面的一个集市哈今天过来 感激 然后又这么巧哈又碰到三位了 给大家看一下 呃现在在这个市场的这么一个 这个这个应该是小吃店哈小吃店上这么多人在吃东西 然后那个外面的那个地方就是市场 今天是感激热哈人非常多 然后 在这个地方的话一般他们吃的 呃米粉哈米粉就是是这边的主食啊 不管是早晨中午还是晚上他们以这个为主 然后我里面的配料 就是放这碗油 呃今天遇到三位哈特别的激动哈 哎 我就想请他吃一碗米粉 因为米粉的话 呃在当地的小吃摊中他是属于那种 常吃的哈 这是属于主食啊 所以说你过来 反正就是除了米粉就是米粉 再没有别的东西哈 三位现在已经开吃了 呃然后 三位怎么这么巧老是碰到你啊三位 我想应该我们有缘是吧 我觉得 这个确实也说不清楚哈 嗯咱们那个啥 既然遇到了就吃吧 你说你那个平时也没有人请你是吧 哈哈哈哈 行我今天我请你 咱们 呃看一下哈 朋友们 这个大山里面的就是这个米粉 这也是他们 呃 男女老少 都喜欢吃的 而且你不吃也没得选择 就是这样的米粉 三位还吃的挺快饿了吧 哈哈哈哈 三位 呃咱们 三位今天穿的这身打扮哈也是 一个粉丝朋友就是说 看他过得太艰难了吧好像给他 支出了就他买了这一套衣服 哈哈哈 所以说今天穿的这个衣服一穿的话马上就 感觉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对谢谢大哥哈帮忙他给他买了一身衣服 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人靠衣裳马靠安装 咱们三位本来人都 也算不错的哈但是这个衣服一穿 看起来确实有一定的气质 你要是平时 穿你家的那个干活的那个衣服都 都不注意哈 三妹 来那吃吧那赶紧吃吧 吃了咱们再出去看还有什么 新奇的好东西给大家到时候一起分享 哎呦这米粉怎么一会就干掉了 这个米粉里面这个是草 他们一般的话就是 会 给你这个面里可以给你搞点草让你吃 那为什么要吃这个草呀三妹 有香味有有香味是吧 哦这样子的 这就是配料 配料是吧 然后就是这个是灵魂 在东南亚很多人说你怎么没醋 其实这玩意就是醋 这个就是醋 其实我觉得东南亚的这个醋的话 特别就是 呃 真的不错哈因为这种醋 他新鲜嘛你说那个食用醋不知道是 酿的还是用什么勾兑的化学原料勾兑的但人家这个醋 是他长的他是原汁原味的东西 他酸酸的 对这个这个醋他 他酸酸的他主要是原汁原味啊 酸没有我喜欢吃因为他有香香的味道 对对对对 我也是比较喜欢哈 因为在以前在中国我没有吃过吃过这个玩意 但是在越南来一开始一开始不理解这啥玩意 后来觉得吃着吃着 确实 呃别有一番滋味不仅仅酸 而且 而且的话就是 他这个东西想想是营养的 非常营养 三位我给你一个这个吃一下 是不是 你刚才 你也没说哈 我就 再吃一个哈 看着三位吃的津津有味哈真的是一方水土一方文化 是吧 你们小时候也就是为了吃一碗米粉是不是跑很多路是吧 那自己家里也不可能做吧是吧 因为这碗要挺麻烦的又要蒸又要煮的 是吧 做这一半都要有手艺才会做的 不是谁都能做是吧 我还以为是家家都会做 原来你们吃的话 吃一碗米粉也并不是 想的那么简单是吧 所以说 呃 我知道我们 我们那个中国就是我是陕西人吧 我们陕西那边他也会 也会蒸这个蒸这个凉皮 我们那边也有凉皮 也是这样但是拌着吃干的 也也很好吃你以后如果有机会我把你 带到我们那边就给你整点叫你吃四一下 也是这种拌拌拌的但是很长 就是长的不得了就长长长长的 你赶紧吃吧 哦 赶紧吃哈 干了哈 好行行行行 三妹她说看我一直说话没吃那咱们 就吃起来 哇 这个确实干 确实干得很快啊 现在是 由三妹给我拍啊她说叫我赶紧吃 咱们 分享生活 记录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刻啊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先吃就好了 味道怎么样 哇这个 感觉到放了一镇子烂掉了 哦是不是放久了就不好吃了 对 所以呢你赶紧吃 吃一口炒 这个东西的感觉乱走走的 是你了 放时间太久了太凉了 他就会这样 对对 你看同时掉的你都快吃完了哈 对啊 那行了吧三妹一也吃吧 好的 我自己 我突然看到对面那个女孩 我上车有拍过他 对那个女孩 今年十三岁 然后 他妈妈是 是在那个市场 就是 上次卖米 他家里种的豆腐拿来卖 然后我认识 十三岁都来打 啊十三岁呀 他一天五万越南东呀 五万越南东 十五块钱啊 去年他去年就在这边干 我就认识他 我拍了他的一个视频 结果播放量都达五十七万 五十七万 就这个女孩子 就现在拿手机这个女孩 他干一天就是十五块这样子 三妹 三妹够吃吗三妹 你怎么吃那么一点的呀 吃很多了 一大碗了 你看我刚才吃的这一碗是三万是吧 三万就是九块人民币 然后三妹吃的是多少 多少 两万 哦两万两万就是 相当于六块人民币 那他 还那个啥吃的比较少 因为我以前还不知道能够 能够就是 吃多少人家给弄多少 我以前是 吃多少都是给三万四万 不管吃多吃少 但是因为外国人不一样 够吃哈三妹 你好久没吃过了你说吃那一点咋整 我心里面 感觉都不好意思 饱了哈 你看自己 自己自己要把握哈 因为我们男人也不会劝人呀 你看你出来也不是千千吃 好吧 真的吃饱了吗三妹 可不要客气哈 你说你 你你你现在 所以你说从你家里面往外面来一趟那多不容易 你不吃饱的话到时候想吃了又没得吃了 吃饱了 哎 朋友们哈 我们跟三妹哈 两个人现在已经是 对吃完了哈 三妹你可不要客气啊 对你要是客气的话 大哥们又说老洞你咋这么小气 等一下 比三妹吃的那个不好啥的 到时候别人 大哥们会骂我 呵呵呵 对不对 哎呃 那呃反正就是 对不客气哈 不要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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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呃我来付三妹三妹来我我来我来 呵呵呵我付嘛我付我付我付我哎呦三妹就不好意思你我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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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付吧没有零钱没零钱哈那就不好意思你看这咋搞 呵呵呵呵 那这个三妹每次付钱都是抢着付 那咋搞 我我付吧我 付好了哈 这真不好意思那下次我弄哈 三妹哈这三妹真是个善良的妹子 你每次付钱都是他抢着付 朋友们哈真的是 太不好意思哈这三妹他每次都抢着付钱 这个妹子可以说性格各方面 都挺好哈也人意的很 那三妹那现在咋整出去 就逛逛吗 带你出去逛逛你如果看到还有什么好吃的你给我说哈 对 呃那三妹那咱们那个啥 呃要不要带你出去逛逛如果有什么你喜欢请你告诉我好不好 不然到时候 呃大哥们又说这个 我太小气了 我最怕别人说这种啊好不好 哎 好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 你说什么啊 热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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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